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g Phone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是来开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王的20周年的一个礼盒 这也是我最近最后一个关于游戏王的主题了 下一期的话应该会做关于宝可梦的开合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来开吧 因为这个礼盒里呢 它是会送钢板的卡片的 有机会开到钢板的青眼白龙 我们反正先话不多说先来划一刀 然后我到时候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卡电 因为它也会送一张卡电嘛 如果说那个卡电不是我喜欢的话呢 我可能会在评论区里面选一位小伙伴 然后送出这个盒子里一些我不是很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 哇 是青眼白龙耶 这就很棒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 里面里面的内容呢 等一下 还是开灯吧 这个里面里面内容呢 是有一张钢板的青眼白龙 然后加上一个官方的一个卡套 然后一个一叠的100张的卡套应该是 我先把这个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如果经常看游戏王视频呢 应该也看过别的UP组做这个相关的了 然后是有6个主角的一个红碎 6个主角的一个红碎 然后下面呢是有固定的6包卡包 是6个主角的 然后呢 这边有一张我们的卡电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是什么 如果是星辰龙的话呢 应该我是会自己留下的 如果说不是 如果说是其他的那种 我不是很喜欢的话呢 那送掉就送掉吧 星辰龙的话也应该也会很欧吧 好吧 这个好像不是星辰龙 看这颜色就不是了 这个是我们那个奥特曼 奥特曼的卡电 OK吧 那么 在我这期视频下面进行留言 然后我会抽取一个小伙伴 前提是要点赞并且关注我的小伙伴 会抽一个送出这张卡电 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礼品 但是这张卡电我会 接下去再用几天 因为我接下去几天的话 我的宝可梦的卡片是会 陆续到货了 然后我那个开盒的话 应该会用这张卡电电一下 因为最近没有卡电 然后电完 我用完以后 差不多到20号或者21号 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发货 然后去抽取一下是哪位小伙伴能够得到这张卡电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其他的一些内容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六张红碎 因为我之后的动画也没怎么看过 其实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外星人 这个是黑魔导 然后这个是新成龙 然后这个是防火 防火什么 它是异色眼 什么 然后主要的话 还是这一张 钢板的青眼白龙 这张卡真的拿在手里 沉甸甸的 而且很有感觉 然后他还送了一个官方的这个套子 就 拿到手套已经有点折了 不管 反正就是这么一套 还挺好的 我看这个卖的也不是很便宜 然后这个100张的20周年的这个卡套 还不错 然后的话呢 这边有这么一捆 它那个六个主角的一个卡包 然后包括有那个衍生物 衍生物的六张 我给大家打开来进行一个观看 因为我具体也不是很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 应该是六个主角的一个衍生物 还是很好看的 是一挖的 没有了 一二三四五六 对六张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六个卡包 这个卡包内容呢 据说应该是固定的 里面的卡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配置 那么我们来一包一包的剪开 来看看里面有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的卡很多 我其实就是十四球四了 我是真的不认识 然后我也就不乱说了 就给大家翻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补充的话 直接可以弹幕里面给我补充 因为我确实真的是不认识 很抱歉 非常抱歉 我应该会把这些卡片都放到我的卡本里面去 还挺好看的 毕竟都是闪的 就是闪闪的这种 这种卡当时买那个美版的礼盒 它当特点卡送给我的 这是第一包 然后第二包 这个的话应该是它的那个E-Hero 元素英雄 那个系列的 系列的一些卡片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我有看其他UP主他开 我看好像我们开出来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这一包从下面捡 从这边开始呢 很多这些怪兽我就 不是很认识了 因为当年 我玩的时候应该也是 没有到这么后面 然后到后面的话应该是更加不认识 然后之后的话呢 我会做一次宝可梦 宝可梦日月第三弹中文的一个开盒视频 应该是会有八盒要开 然后 嗯 期待了 嗯 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 心事经历 还有金钱 好 希望能开出好东西 这次宝可梦 确实是 呃 增加了我们的很多 增加了SR和HR嘛 所以说我们这次宝可梦的高喊 是有很多种 嗯 为什么我开游戏网的时候要讲宝可梦 所以说我们那次八包 如果说全部不重复 也只有八个高喊 嗯 先把我们游戏网看好 这个的话呢 我就把它放到卡车里面做留念了 本来的话 我是想把这个盒子做做纪念 但是后来想想开了拆了也就拆了 嗯 盒子在我手里留不住啊 我看到什么盒子都第一时间就把它给拆掉 这些卡丝我完全不认识 嗯 看起来还挺挺好看 完全不认识 好吧 那么差不多就是今天这一期 视频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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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